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阿拉伯联合油长国的访问行程 他早率领香港特区代表团考察设在阿布 集比哈利法工业区的中亚产能合作示范园 这个示范园是中国与亚联邮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合作项目 李家超说示范园展示出一带一路合作的巨大潜力和意义 是国家与亚联邮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功例子 他鼓励香港企业利用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设入点 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拓展商机 并指出示范园的营运模式和经验 对有意在中东拓展业务的香港企业有好大参考和学习价值 李家超随后转往迪拜访问 并出席由阿联邮经济部、迪拜商会、香港贸易发展局 和香港驻迪拜经济贸易办事处合办的商贸论坛期新出万宴 他致迟时说 阿联邮是香港在中东的最大贸易伙伴 期望和阿联邮进一步深化合作 李家超旗后见证两地企业或机构之间 交换三份合作备盟录 交强两地建筑和创科合作 以及商贸往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您点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